迷蒙大眼睛 色彩繽紛的身軀 它就是今年台北燈節的 超萌小提燈喜妹 靈活的關節設計 讓它可以坐下 可以站立 還可以做瑜伽 靈活臨線顛覆傳統提燈的印象 北市府搶在元宵節前夕 再包括花博公園在內的13處地點 同步發放小提燈 有民眾不怕寒流 一早7點就來搶頭箱 還不到7點 然後拍到第二個 現在心情不愉快 很高興可以希望你多一點 很像是縣領一個人定義 對啊 對啊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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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寒流來襲冷嗖嗖淡花博公園大排長龍 不只阿公阿嬤不怕冷 小朋友更是防寒措施做整套 就是要搶牌這個一人縣領一盞的 限量小提燈 你們拿的是什麼 楊妹妹 對 開了多久 半個多小時 半個多小時 會不會冷 不會 不會 會不會冷 不會 我們要回家叫阿公煮 幫阿公拿著嗎 不斷的 對 但是叫阿公幫你們煮就對了 往年有些元宵提燈組裝不易 本該是小朋友的拼裝樂趣 成了大人頭痛的手工藝 今年的喜妹號稱組裝簡易 台北登節的官網更有DIY教學 看達人在短短三分鐘內快速完工 不過實際究竟需要多少時間 民眾不妨在一家自己試試看 元宵節快樂 中央設計者紅黃君張雅婷 日後到 謝謝 餘旅 中央MAN 中央店 中央店 台北 高雅人 谢谢观看